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二集的馬迷早晨 馬迷早晨會跟大家說說第二場早餐賽事 下載堅制採摩app 自己跟回我家的排序 自己想想 記下顏色 排序 讓臨場看完運數據 加大手升跌 昨天真的外檔肯落飛那些有的 例如有紅利 十一檔 雖然私家三也好 或者昨天菊草夜賽 內檔一檔怎樣也好 外檔也有馬落飛 有些得手 例如潘明輝 甚至總理 另外有紅利 真是落飛 一放到底 你不用這些新科技 自己虧虧 有這些新科技 免費 不下載用 就更加虧虧了 另外看這個台 也是免費的 當然支持的 歡迎每個月可以做會員 暫時未有回報 其實有些特別Logo 可以用 KK 的Logo 可以用 支持這個頻道也可以 每個月幾元 或者你喜歡幾十元 都可以隨你 心意 未訂閱這個頻道 當然要訂閱 右下角會見到四星龍珠 按下去開啟鐘 便可以實心鍛鍵 訂閱世榮香港人唱馬頻道 還有IG Follow 我 Story 在賽日按下去 頭像便會見到即日提供 好像昨天美場那些 雖然貼了兩隻 其中大家看到雲數據 五盤字是添開心沒有的 剩下的就是報紋 結果買4號 報紋 都可以順利開啟 立即帶大感 還不做到環雨風彩 當然看大家有沒有望雲數據 立即帶大家介紹四班千二米 第二場的賽事 為何要講谷草呢 嘩 即是方仔這隻 谷草上的名字輸給進寶 你看回季初這場 我有推介六倍的進寶 春風萬里那次我已經覺得他鬼上身 真是走去搏 結果四隻一起衝線 只有他在後上 報速其實是正常 因為那天場地非常利放 上校木火同名進寶 木火同名都贏了 你會見到閃妙進神 將神都在 其實後上真的很難 所以為何剛才五班要貼少閃妙將神 春風萬里是差點贏那隻 很奇怪 艾道納騎開 上次出閘慢了和失地 理論上昨天有兩組四班千二可以報 他被王志宏報隻風中勁重 另一場又不報 真是奇怪 這隻馬休息了這麼多天之後 操練表 除了十一月初出賽休息了九天之後 以日代勞試了兩個閘 叫做正常的荒仔操練手法 既然傷患報告都沒有說他不行 他特意過來報田草一定是薄的 所以你由這件事已經可以知道是鬼上身 不過斯加三十一檔真的難 而要在田草建功 首先你不會遇到進補和木火同名 不過賴廉那一場 要說賴廉好像做古裝劇一樣 他是一個比較高水準的賽事 1分09秒6 那天的地雖然偏快 但你翻查那天同日四班千二 鬼鬼有神贏後雖然不好 但也有第三 但他也算是斷速比當日的更快 而三班千二都在說1分09秒半 那些已經是跑一班二班的武林密碼 之後保重的美麗海后 雅典武士都輕鬆贏 有很多不同的馬 有電器騎士還有二班都贏了 即是說那一場那天的斷速 春風萬里絕對不差 這個1分09秒7是厲害的 所以伴隨著進步 既然沒有大問題 11檔 你一定有賠率的 我知道你不是熱門 所以沙田方仔是少開的 但沒所謂的 沙田難道一圈都沒有嗎 你選擇 這些難度高的外檔馬之中 他叫做有機會 不出閘快一點就OK 這個也是泥地閘 所以要給他試的原因 他真的跳出來是慢一點的 十一檔可能被他攝到賣籃 到時看看是怎樣 獨步天下這隻馬 何宅堯二選一 荒仔那隻不騎 結果騎了這隻獨步天下 因為春風萬里都是何宅堯師 二選一 會不會又1Q回 昨天何宅堯有同女健威串Q 但有沒有同方仔串Q 有時都會這樣 不過這些獨步天下 撇除這些大家想的因素之後 其實他上次去到入直路的時候 都略為有跡了 不過你看這隻馬的加速力和步頻 似乎是要加乘1400 未知熱身後會不會好一點 他似乎都是1400、1600 加速力比較慢一點 看看這場熱身後會不會好一點 以後上計算 他都算有少少反趨勢 因為那天地下都比較慢一點 前三名步速都慢 包辦三甲 只有他可以追趕到上來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志志多寶 志志多寶不是我漏口 這隻馬真的這麼叫 志志多寶就是富系 又不用說了 Difffield 遙遠星空 老爸是遙遠星空 當然是跑短途 然後看看是貴的 二二萬五千澳洲紙 二百五十萬週水價 挺貴的 而且這隻馬 希斯一定是搏的 為甚麼呢 這隻馬是零犀牧場 投回來的 零犀牧場就是希斯自己的牧場 你見不見到澳洲時 是 Bjorn Hayes 和 William Hayes 和 James Hayes 就是他三個兒子去訓練 他兒子訓練 又是公司頭 回來後 你想賣自己的馬 有價錢的 當然是搏 最好贏幾個馬位 上一班牧場 每個人都找他買 所以志志多寶 這些馬 一出 他肯定搏 找到田泰鞍 他不會不搏 問題是你贏不贏 以這隻馬的底質 形格來看 真的不錯 難怪都不貴 我現在理解 為何他當時投回來的週水價偏貴 形格挺好的 這隻馬 都是深圳的樣子 大大隻 腳髮比較漂亮的樣子 好了 再看操練 雖然只有一課一課 但這隻馬 踏下去都頗聚手 我想不用跑十成 在這組都應該夠贏 因為很多隻都未贏 儲女馬 就算我講到春芳萬里 怎樣鬼上身 黑服到外當 獨步天下 何寨遙 怎樣選擇 都是儲女馬 大家這麼高 你又未贏過 我又未贏過 為何你熱一點 我正在說你 潘頓 金榜提名這隻 上次你跑的第二輸給成好運 成好運或是很差 大財都不厲害 作為一隻大熱門 你上次都騎得對 未贏就是未贏 再跑都可以不贏 七檔走三跌不行嗎 不要說不行 昨天那隻三級賽 就是這樣 知足常樂就走三跌 會的 有這些馬 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看回 昔日賽果和派賽 不是三級賽 知足常樂 不是報民走三跌 而是周俊樂走三跌 周俊樂的七檔 真是浪漫老窩 包尾 大家都七檔 無分菊草田草 你走三跌 那些馬就很虧 在貼欄特別好 因為貼欄特別好 越走外跌就越虧 B蘭是敢谷草 剛剛那天 C加三一樣是 所以為何內蘭 數據上 大家看到 1、2、3檔 上名率最高 WIN也是他最多 真是貼難著數一點 別咬了 人家跑了幾十場 你還要爭辯 那隻馬抽1、2、3檔 那你繼續說 別相信數據 所有統計學都是騙人 有運就贏了 這些是對港馬的專業 或者對數學的侮辱 千萬不要 大家相信科學好一點 金網之星就是這樣 我不敢說他一定會走三跌 但他上次的走位是挺漂亮 今次我當你繼續走位漂亮 你也可以是不厲害 大家記得水晶酒杯 水晶酒杯就是 他四班他經常都會在 但想搏都贏不到 不過他會經常接近 潘頓這隻就像是這一類 所以大家小心點 他不會入三甲 所以細選都要放回去 不過前面那三隻 是不是一定差過他 大家都沒贏過 跑過才知道 所以不要因為他是潘頓 上次輸得很近 有個最快末段你就選 你又知道其他馬不可以再快 跑過20秒9出來 彈甩你 所以不知道 如果真的那麼厲害 蔡漢不用擺第二選 有兩組四班賊組千二 雖然我也知道 跑第二 45日內再出 有優先出賽拳 都不一定出到 最近馬少 不過私家三只有12隻 你猜蔡漢不知道 所以小心點 好了 講完這隻之後 講講徒弟容天牌馬防 變線馬 回來再講 我現在才看到後面走馬燈的字 原來移動高了 究竟是否兼制APP的問題 讓我看看 希望不是 兼制APP 推高一點給大家 我不想這些字遮到大家 有時候強迫症發作 要調節那些 不是 是一些字 應該是一些字的問題 兼制APP是沒有問題的 兼制APP是對的 是字飄高了 可能是我剛才 動台費的時候 不小心 把走馬燈的字 調高了 所以大家看下去就會看到 那些字 調低一點,手碼燈,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調整 又不會,這個也對,為什麼呢? 要Live的調整,在這裡也對,奇怪了 可能是開過介面的時候,就會遮到它 沒關係,我們試試,原來它是重疊的 我記得了,那時候我做的就是令它可以讓大家看得正常一點 但不要緊,說的是極速贏,一邊說一邊說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寶貴 周俊諾這隻馬極速贏其實是前置馬,它試襲都告訴你 不過上次它是沿途走三疊,你當它熱身 有人一開始試試買下放頭飛 結果這隻馬也不得住 所以我們這些就叫觀望一下,等它熱身後跑得怎樣 為什麼我經常說第一次的馬,你試襲很漂亮 你都不要馬上去投注,因為很多時候都會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什麼?它連馬試自己都不知道,你讓它試一次吧 可能試一次,它有些把握,下次運數據看到有,就先買 現在試了,只有24秒末段,走不走三疊都沒有用 今次每天一檔幫到它多些,看看它這24日進步有多少 這些馬,底質上大底不是那麼厲害 因為遙保區宏裁合夥奔馳,尤其合夥奔馳 這些都是水皮馬來的,機閣那隻,問過去了 它說不太厲害,它不會騙我 也是那次得第三,其實適合了,節省了位 另外一隻專家都挺漂亮的 不過每次跑試閘,1000閘都成仁拉屎腳軟 你看時間都是59秒多 初出什麼這麼重磅,很難說第一次就千而得 所以我想它都是試一下擺前走,然後看看何時斷 之後縮下來1000,再跑,很難一下就可以 所以這些就變線了,如果它六七倍更好 人們覺得近近地有機會贏,這些有運數據有 我都不相信,馬射經都有運數據有 昨晚快博也是,跑下來就近近地四五名 新強複形這隻馬,當位漂亮就漂亮 但這隻馬完全沒有能力 我不知道是因為它沒有擺前走還是怎樣 黑白那些馬都已經不是很厲害 它是試泥閘對著彩虹千里比較好些 或者泥地馬都不騎 上次跑得差是因為氣管有痰 你因為這東西抹了它就可以 問題就是,那代表它跑千里可以 抹了上一場你當它沒有出過 就這樣這三場給你熱身 是否這樣跑就會贏呢? 都要猜 猜不要緊,你給我一個賠率 所以這隻馬就是澳洲時 在活後夫人道訓練 大家記住,有些常識未必每個人都知道 雖然很多叔叔伯伯,嬸嬸,依依,姐姐,哥哥 都買了很多年賽馬,可能比我年紀更大 或者年資比我更長 但有些常識,我覺得有些大家不知道 我都願意告訴大家 你記住,有時在堅仔App 你按下這隻馬,如果你對新馬 我做菊田小將,或者看馬世界 介紹新馬給大家的時候 我都經常說,一兩個馬房 你千萬不要買它的馬 馬主不知為何會買它的馬 因為人家都知道那隻馬沒用 才賣給你的 活後夫人一個,另一個 一男一女,另一個男 就叫甚麼?岳伯仁,ADN O'Brien 這兩個都是外地大連馬 才說外地大馬房 就是了,如果在香港 在外地有人問蔡悠漢買一隻PP 或者問五彭治買一隻PP 然後他肯買,然後買到外地 你覺得那隻馬下場怎樣? 除非那個連馬師比蔡悠漢 或五彭治更加厲害 如果不是,你根本就很難 練到那隻馬更加有成就 再說就是,一個有成就的人 即是五彭治或者羅富泉也好 或者蔡悠漢也好 他都肯賣給你 你覺得他有沒有想過隻馬好嗎? 你試試叫呂健威賣金槍60給你做PP 大家肯不肯?當然不肯 那就是那個道理 即是沒有關乎價錢的事 而是他都會知道隻馬有多少 活後夫人和ADN O'Brien 那些那麼出名的賣給你 你覺得隻馬有多少? 所以不是說沒有的 沒有酒樓眼 有時候會酒樓眼 四班不代表不會贏 可能真的三班子那些馬 證明他不是很厲害 如果不是很厲害的馬 通常是怎樣? 錯出馬上搏 不過搏了都是這樣 上次一檔 所以一千米直路 雖然一檔不太好 但出後報告霍宏昇 昇仔就說會得益 你聽下我會說吧 其實他試乘很快 不過上次我都沒有貼到 一隻新強複翁 看樣子就不太短 應該要跑長一點 千二其實是對的 看多鋪吧 我覺得邊線一點 我想你試三六兩隻 專家極速贏那些更好一點 威力飛彈這隻是同場少數 唯一贏過 不過六歲馬都贏過一次 就比較窄 還好他現在的分數已經跟季初差不多 鄭俊偉有這隻馬的時候 他試過千四輸十個馬位 在我右手邊 你會看到 再出贏了 還要前快後快放回來 即是證明什麼呢 你不要看他的近跡 這些馬沒有露燭 上次他留後照片 你又沒有說 放到什麼時候斷縮到千二計 沒有這些東西 他不會讓你看 不是鄭俊偉猜 他都不知道 他試一下 只有一輸 只知道五六歲 只有一輸 你猜鄭俊偉不想贏嗎 所以今季初 再拿中逸禮去減榜試試 輸個短頭沒辦法 輸給果然囂幸都厲害 然後再出對著五輸 我為你算了 大數據都三年前 你贏不到 輸得近都挺厲害的 真心的 還要千四不是你拿手路成 非不所願 即不是你的強項 千二你又不夠快放 沒辦法 再減一下分 用藝少禮 再跑兩次 千四也好 田草千二也好 都不可以 出得這麼密 是想減分多 除了眼罩 今次千二 當然是留後 所以我覺得 就算他會贏 最多是跑坯 他千二是對的 他跟前這場 如果我猜他得 原來是水皮 只要他贏 說真的 他都是四班 還要是千二 還要是千二 很適合路程 你說他 因為現在的榜 都比季初更輕 狀態 雖然不是 但說減分 你差他都會贏 我先去廣告 回來再說一下 勝多多 有這麼說 騎士也有想法 何澤堯選了獨步天下 不要春風萬里 或者有另一個 周俊諾也操過這隻馬 覺得不行 選了另一隻 就是極速贏 極速贏上次 他有騎 也知道哪隻好一點 另外還有得比他選 就是什麼 剛才跟大家說 鄭俊偉的威力飛彈 唯一一win 都是周俊諾贏 不過可能鄭俊偉 有想過 用中逆禮減榜會好些 真是少很多榜 或者對曾勝是有幫助 這是真的 所以大家都想想這些問題 所以勝多多 就沒有說他不好 只不過是 上次對著 我說彈甩很厲害 那兩隻 多多配合銀進 昨天多多配合有出的 為什麼我沒有貼 我說厲害一點 贏得這麼輕鬆 為什麼不行 你抽個十一檔 有時菊草就是這樣 浸死一些厲害的馬 不是他贏完加榜的問題 他下次抽好檔 容易跑 一樣在這裡 不要怪田泰安 那個十一檔是難跑的 昨天外當 不是那麼多有紅利 可以一放到底 那場還要慢步速 所以有時大家都要想一下這個問題 另外還有這個全能指揮 看見這隻馬 在這個路程 完全追得近 你說不是 龍城強壯 電信龍區 加營高星這組強組 這個第五 都算是 但再出 我又覺得有點失望 雖然他沒有望空到 但有時我想 如果望空到 最多跟金榜之星大財差不多 未到成好運 如果你覺得金榜之星要擺入三甲 全能指揮如果不是抽大外檔 你理論上都應該要放回他 所以他不是一隻無能的馬 他是一隻不錯的馬 這個大家要記住 為什麼我不貼就是因為他外檔 就是這樣 我承認他是有能力 甚至如果當位是跟潘頓隔離檔 你當他蝕一點 八檔 金榜之星七檔 我可能第四選已經是全能指揮 你說相差五檔 相差五檔 相差那麼遠嗎 你不信你又來 又統計一下 十二檔 你回答我了 這次跑了幾次 跑了四十三 加九次 即是跑了五十一次 十二檔 因為不是經常出馬齊 跑了五十一次 你都算有十七個百分比 即是有九次走進來 三格 當中有四次就贏了 問題來就是這麼難 這麼難 當然那隻馬都要有實力 才能克服外檔 平心而論 全能指揮有的 他有能力 不過機率太低 而他下次 即是這次 因為這兩次跑得近 他一定會熱 前面三隻 即潘頓那些馬怎麼熱好 或者獨步天下怎麼熱好 都是會令到這隻全能指揮不會太冷 即是他不會有二十倍給你 有他都會賭馬集團 你相信我 因為太冷 他都會試 因為五個百分比算 都是值得的 有二十倍 買些 他都會這樣 所以事情會變成怎樣 不值 不值 不值你試春風眼 大家都外當馬 那隻厲害 有些報民起碼 方仔應該說 他有想過 不是純計數 有時都要想一下 利害關係 甚至是馬的進度 練馬師的想法 你都要代入去 馬你要識計 但都要想 他的部署很重要 所以時間補 我說為何鬼上身 偉達沒有理由博 那隻是誠心所願 有人問我 就不是 你有聽我說 他博電器 其實試過是大博煞 聖心所願 不是 班德黎不是 那就是什麼 時間補 好了 先別說後面那些 待會兒再說時間補 這隻很有福 很有喜 就可以畫 因為試過 都證明過 不得幾次 還減少兩分三分 石哥不算衝出 但都是落斑 跑了幾次 都是對著一些弱手 沒有表現 所以這些就可以安心出行 落斑再考慮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第二集的 瑪咪早晨 稍後 今天雖然星期四 但因為星期六跑馬 我會將星期五部份的節目 調動過來 希望大家留意多些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一會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